嗨,大家好,我是李贝 也不久前我朋友发给我的这篇论文 我想跟你们看一看这篇论文里有什么结论 有什么重要的部分 我们可以学习我们的弱点 发现我们的弱点吧 OK,这是她这篇论文的作者 研究者张年月 是吗,青岛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 好,英语背景CSL学习者特异性混淆词语 特征叹息 OK,也在以前我们的一部视频里 我们讨论的是动词 这里就是词语,所以不知包括动词 我们先看一看它的摘要 提要 放大 这个也可以吗 本文以英语背景CSL学习者特异性混淆词语为研究对象 首先基于预料库运用量化统计的方法 好,就是计算语言学 是吗 从语义关系 形式特征 OK,有这里有两个特征 是吗 词类分布 以及物用方向等方面考察 英语背景CSL学习者特异性混淆词语语特征 然后通过词语测语和回顾性访谈 归纳不同水平学习者在使用特异性混淆词语语语的特点 最后从词汇表征和发展角度分析特异性词与混淆语产生的发展的心理机制 进而给出相对教学建议 OK,也许在这个视频里 我需要,我应该挑选几个部分 我就是比较 我怎么说 我观光的看这篇新闻 对吗 好 这是他的 OK,一年 你认为也许最重要的部分 我在这里吧 长不长 应该可以吧 词语混淆的是 二语学习者最为凸显的一种词汇错误 不同语言词汇同济于汉语词汇系统的对应关系并不一致 价值不同国家的学习语学习语学习词汇的方法可能也有差异 是的 这会导致不同学习群体一混淆词的特异性 嗯 也可能 但是英语母语者的错误不一定是比如韩语母语者的错误 反的错误 因此 聚焦特定母语背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 学习者的特异性混淆语言 词词语 探明其特点及形成原因 无一将有利于开展有针对性的CSL词汇教学 OK 这部分想要读呢 其实在我上次看的上次拍的视频我已经提到这些话题 也许 也许他们使用分析同一个数据 你可以看得到吗 我不想汉字太小 也不想 嗯 也 这是一个问题 汉字太小你看不到 嗯 但是汉字太大 就是我的头就挡住你的视线 这个是要读呢 也许不用了 OK 这一段 这段 我们读吧 以王特异性混淆词语研究初步 黎清 黎清的这个汉字 这个词汇不知道 特定母语背景CSL学习者母语词 词汇之时对汉语词汇学习的影响 哦 这是其他的 这也是 这个作者 原著者写的 路门 我们可以看那篇路门 OK 这是什么印象 为 这是 OK这是初步 厘清 就是 这是后而样 英语目以者 第二门语言 就是中文的学习者 有什么特征 这些 需要理解 也有什么 会影响我学习词汇 为词语混淆的母语 母语影响 提供了新的研究 思路和分析模式 然而 特意性混淆词语 研究有什么特点 导致特意性词与混淆 混淆的认知机制 是什么 怎样开展更有军队性的词与教学 上游 上游 待见 上游待见 一步 上游待见一步 探讨 好 建于此 本文将 以英语背景 CSL学习者 以下简称 英语者 OK 我认为这不是词汇 就是他的短称 简称 特意性混淆词语为例 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考察 特意性混淆词语的特点 并运用将词汇发表模型 进一步 解释词汇混淆 产生和发展的心理机制 已深入了解 以深入了解 你可以原谅我 因为深入了 深入了解 特意性 词语婚校的系统规律 与形成原因 进而给出相应的教学建议 OK 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吧 就是他们的这个吧 预料库什么 就是数据 数据的来源 数据的特征 也许这些我们不用学习 这里有意思 这是也许景点的例子 我们看看 看一看这一段 特意性混淆词语 若被以上任意 任意一本词典收录 OK 这是什么 散布词典收录 引语者 特意性 以混淆词的情况 是什么 收录 未收录 收录是什么 这是出现在词典里的意思 是什么 收录情况 现代韩语 同一词词典 同一词词典 新华 同一词词典 进一次应用词典 OK 有三本词典 是吗 收录 收录 OK 那我不太知道 这是什么意思 耶 OK 收录 to record 但是 这个表 这个表的数字 是什么意思 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就是情况 情况是13 是什么意思 OK 好像我们必须读 这一段 语义关系 只混淆词语中 物用词 与当用词 在语义上的关系 这是从目的 目的语 角度看的 我们调查了 英语读 已经说过了 OK 三部 同一经义词词典 三部词典什么 不是三本词典 具体统计 如表 所示 我不明白 他们 就是情况 OK 情况等于13 是什么意思 我不明白 这是什么意义 三维 组 OK 13组 13组 什么 OK 这个词典里 有85组 85组什么 他们没有说吧 字典里没有说 没有说 这些词会很容易混淆 有几事被 英语浊 OK 我们刚才说的 是一本词 一本词也可以吧 收录 愿意 愿意 一本词也不出 你愿意呢 这是什么意思 不明显 在我看来不明显 对于未被收录的词语 则依据现代汉语词典 第七本 七本 这是我的词典 现代汉语词典 OK 是意义 对吗 这是翻译的意义 这是 为什么是意义 哦 不是 是意 这个我知道 是意 解释的是 是意 是意 判别混淆 词语的意义 这是意义 是否 具有 经义 关系 OK 但是 OK 这本词典里 有很多 非常非常多的 经义词 肯定大于 这些数目 所以我不知道 具体来说 混淆词语是 试词与 被试词 试词与 被试词 的关系 什么意思 这个是关系吗 混淆词语 可能是关系吗 OK 或者他们在 某一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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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是语 基本相同 就可能 定位 经义词 OK 也许这个 我们不太知道 OK 具有 经义 关系 经义关系的 特异 特异性 混淆词语 共有 OK 三十八足 这个数目 那个数量不出现在 表中 表一中 占总数的 百分之四十点九 好 OK 如 材料 资料 好 肯定 确定 交流 交换 等 OK 好像它 叫什么 衰险 衰险 这个我不太 经常用的 衰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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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这个词汇 我想说的是 这个 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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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我不经常用 好像它 衰 筛选了 什么词汇 通过 某种方法 还是 首先 找出 学生容易 混淆的词汇 嗯 耶 我 学生混淆这些词汇 我可以接受的 就 没有 没奇怪的 而其他 五十五 足 那个 数 没有呢 没有五十五 表一 没有五十五 这样吗 OK OK 五十五 加一 三十八 等于什么 八九十三 什么 嗯 OK 对 以义关系 教育员 OK 他说的是 也许他通过什么方法 也许通过 那个 预料库 嗯 就是 嗯 找到一些 英语者 英语者 容易混淆的词汇 就是 嗯 然后 他查词典 他们 他们 在词典里 算是近义词 不算是近义词 是这样的方法 是吗 嗯 哦 也可能是 不存在在词典里 是未收录的 词汇 好 OK 由此可见 不到一半的 英语 英语者 特意性 混淆 词与 语义 关系 较劲 多数词语 多数词语 语义 关系 照应 语义 关系 嗯 OK 哦 不到一半 哦 OK 这里他说 嗯 OK 东西 事情 也 同意 一致 推荐 建议 也 这些 他们不是近义词 他们 也 区别很大 OK 他认为 嗯 英语者 英语者 犯的错误 经常 说几次 这类的 嗯 区别很大 不是近义词 不算是近义词的词汇 嗯 但是 也 OK OK 百分之四十 嗯 不是 可以忽视的 部分 嗯 嗯 OK 特异性 或巧合词语的 形式特征 嗯 OK 有什么特征 OK 语音相近 呃 词形相近 是吗 嗯 OK 你看这个表 形式相似 但是 嗯 OK 这是因为 嗯 这意味着 这种词汇比较难 还是意味着 这种词汇 不多 我认为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这种词汇不多 如果有更多的这种词汇 呃 那个树 呃 那个 树 应该更多 对不对 嗯 呃 有些 有些 有些词 呃 不仅 不仅 此行 相近 呃 云 也相近 嗯 哦 OK 也有 嗯 也许 影响 和印象 算是 属于两个范畴 就是同时 这类的词汇 是吗 这是他们这里说 可是 不应该那么多吧 嗯 OK 这是 OK 词类 呃 动词名词 形容词 其他 OK OK 名词和名词混淆 对吗 呃 这是一个例子 是吗 呃 呃 呃 系统 和制度 对啊 也 还有别的吧 哇 系统制度 嗯 嗯 耶 我还认为 这个呃 两个词汇很难 因为 这两个词汇 呃 在英语中 都是 英语的 system 这个词汇 所以我不知道 OK system 就是operating system 呃 软件 系统 现在我知道 就是这个吧 需要制度搭配 制度应该是 比较大规模 这个 政府 呃 那样 层的 呃 概念 对吧 嗯 这是我的 现在的理解 可能不对吧 嗯 OK 动词 动词 交流 交换 嗯 对 OK 他们都是动词 肯定不是 进一字吧 交换 就是 swap 交流 就是 to communicate 聊天 什么 行 形容词 形容词 老旧 哦 OK 就是 嗯 耶 这是 初级中级 学生的 嗯 问题 现在 应该 没那么难 就是 就是你经常遇到这些词汇 你呃 就是 就是你收到了足够的输入 啊 就知道 啊 OK 老在什么 呃 什么 呃 哦 不会在情况中 应该使用 就是在什么情况中 应该使用 就是 就是比较少见的 嗯 其他 OK 就是同词类 好 OK 这一词类 嗯 动词形容词 OK 普及 普遍 嗯 普及 哦 耶 这个 有点难 哈哈 是的 词类不一样吧 普遍 我知道 普遍的使用 呃 也许 你可以说 互联 先往现在 嗯 正在普遍的使用 就是 the internet is currently in common usage 是吗 普及 动词是吗 哦 OK 就是 嗯 就是推动 这类的意思吧 嗯 也我不太知道 但是 OK 如果我说 说出 或者写出的 嗯 内容 我不会用普及 所以 嗯 也 也 也许 我不会犯 这样的错 就是 如果我看书 或者听别人说的话 他们不会犯错 明动 OK 名词 和动词 OK 经验 体验 真的吗 经验 经验也是动词 我认为 经验也是动词 嗯 我也没那么简单吧 经验也是动词 我对不对 也就是动词 我从没经验过 这样的艰难 也 看 嗯 OK 我说 我 说想 嗯 想必 那个作者 看 学生犯的错误 嗯 在语境中 那个经验 算是 嗯 名词 但是他们应该用 体验 嗯 体验也是名词 我查词 点 体验 嗯 嗯 OK 字典里没有列出 体验 体验是名词 没有这样说 你认为呢 这个体验 我认为 这是中文 可以灵活的使用词汇 OK OK 语 一样 但有极好的体验 这是名词对吗 哈哈 所以OK 那里我不太理解 嗯 它这么判断 但是数量不多吧 最重要的是这个吧 动词动词 哦 呵呵 这是 OK 呃 比 比列 哦 比重 是百分比 嗯 但是 总共有 19是什么 嗯 OK 这两个 是最 常见的 名词和名词 动词动词 好 好 OK 耶 嗯 这个有意思吧 那是什么动词 那是什么名词 嗯 OK 还有什么 无用方向 OK 这是一个例子 对吗 他没有一辆车 嗯 嗯 所以如果他想去一个地方 嗯 他得 非 问 朋友 嗯 帮助 不可 啊 OK 应该 这个问 应该是请 嗯 如果是我写的 我不会这么写 就是 就是得 请朋友 帮助 或者 就是因为 车 嗯 也就是请 就是 嗯 问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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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能不能 借他们的车 在这个语境中 可以用问 请朋友帮助 也 OK 这个可以 没有一辆车 我认为 最自然的 就是他没有车 嗯 如果 所以如果 他想去 一个地方 去什么地方 如果是我写的 这个应该是 什么 什么地方 嗯 或者去哪儿 想去哪儿 就得 呃 像 像朋友 呃 就是 像朋友 请求帮助 请 请帮助 就是 他依赖朋友的帮助 哈哈 双向 呃 双 OK 这也是我看看 混乔词 一般 分为 单单向 呃 无用 呃 和双向 无用 哦 OK 有两种 一个是 应该用请 但是他用 呃 就是 应语着 用的是问 呃 呃 双向 双向 对吗 双向 就是单向 对吗 他是 第一个 找到美国的人 呃 也 发现 哈哈 但是 OK OK 第一个 发现美国的人 嗯 OK 这个有别的问题 就是 他是发现美国 呃 他 发现 了美国 就是自然 也许更自然的 但是 很可能 就是 呃 人们 发现 美国 之前 美国 也有人 所以 也 后来 很多人 呃 也从 西班球到美国 这个没问题 可是 也 也 也许 啊 随后 应该更好的 后来 后来 也行吧 呃 很多人 呃 从 西班球 是移民 到了美国 也 如果是我写的 去掉 也移民 到了美国 嗯 嗯 找到 嗯 嗯 耶 Found America 我认为这个错误来自 Discover America 呃 Discover America 发现 美国 发现美国 也 耶 嗯 OK 哥伦布 嗯 嗯 这 这是我插进词典 有时候会 呃 干说 呃 干扰我的 浏览器的使用 呃 不是使用 呃 运用 运行 运行 呃 哥伦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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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第一个发现 美洲的人 OK 他也发现 美洲 已经有人 住在美洲 对不对 哈哈 哥伦布 发现 呃 并 省策 呃 省策了 新大陆吗 耶 嗯 耶 发现美国 美洲 呃 哦 按错了 这是我以后的视频 算了 不重要 他是呃 第一个发现美国 美国的人 耶 耶 也许应该是美洲 哈哈 那时候没有美国 对不对 哈哈 如果我是总统 没问题 我将发现 嗯 嗯 嗯 OK 找到 耶 发现办法 安全的利用 何能 耶 其实 除此以外 没有别的问题 这个句子 没有 嗯 没什么问题 对吗 就是这个吧 我会 嗯 找到 但是 总统 不是 呃 科学家 什么 不是研究者 他们是政客 嗯 OK 我们应该知道的是 呃 有两种 呃 两种问题 这个 呃 两种错误 这个错误 呃 应该用情 但是用问 这里 呃 应该用 发现 但是用找到 这里应该用 找到 但是用发现 就是双向的错误 这个是单向的错误 OK 统计发现应遇 应遇者特意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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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单向 物用 呃 五十八足 哦 OK 其他的是 双向 是吗 呃 呃 改善 改善 进步 改善 耶 很容易混淆 我也觉得 还有一些人认为美国和中国应该 改善 改善 两国之间的关系 呃 耶 嗯 可是 我认为 这里你可以说 进一步 完善 进一步 什么什么 耶 我看新闻的时候 我经常遇到 呃 美国和中国应该 plaplapla 嗯 嗯 耶 我知道他们为什么 用这个词汇 也许他搜索互联网 就 呃 看新闻 就啊 OK 人们经常说进步 改善 你认为是改善吗 如果他说应该是改善 那应该是改善 对吗 嗯 嗯 那完善 可以用吗 啊 耶 进一 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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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和中国进一步 中国国际的地位和影响力 已经进一步提高 耶 中国进一步深入全球事务 嗯 就是看新闻 你经常遇到这个 进一步加深 耶 加深 嗯 英国和中国之间的金融 耶 这个吧 我认为这个学生 嗯 看新闻时遇到了进一步加深 这里可以用这个吧 进一步加深两国之间的关系 耶 我认为可以吧 嗯 或者strengthen strengthen 格 是加成 是加成吗 是加成吗 进一步 加成 加成 进一步加成 加成 念 进一步加成 两国之间的关系 但也有相反的情况 即勿用非常用词 非常用词 非常用词 这是不经常用的词汇 当用词是常用词 这到底什么意思 例如 我推荐你跟本地人一起入 你跟本地人一起入 这样可以事半加倍 我建议 我推荐 对不对吗 我看这个我认为他写的对 但是如果他说 那个作者说 那个英语座不对 真的不对吗 他推荐 这是建议 我建议 推荐 如果后面加个逗号 我推荐 你跟本地人一起住 我建议 应该是建议 推荐 推荐 我推荐 我推荐 其他人去看看 真的不对吗 当用 他这里 他这里说的不是错的 就是非常用词 对吗 务用 非常用词 你认为呢 我推荐 你跟本地人 相比之下 OK 词中 双向无用 OK 就是 叶 两种 不能忽视 这个我不知道 当用 当用是什么意思 当用词 就是当代使用的词汇 当代经常使用 会遇到 在现代社会中 会经常遇到建议 也许 五十年前 人们用这个吧 这是相当于 有点像 英语的词汇 你知道这个词汇 research 是英语母语者 都知道 research 就是 uncountable 对吗 但是在中文中 是countable 一项 研究 一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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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项研究 所以中国人说英语的时候 我经常说 these researchers 但是 try at these researchers all these researchers improve yeah 就是 中国人 经常犯的错误 中国人 说英语的时候 经常犯的错误 但是 these research 就是 uncountable 我记得 我在南开 教英语的时候 我告诉学生 这个词汇 不是名词 这是动词 对吗 我告诉他们 他们拿出 他们的英语词典 指出 你看 词典 你说researchers 就是名词 就是反驳 我 然后我叫 搜索互联网 我就发现 一百年前 人们用这个词汇 这个词汇算是名词 但是现在不用 因为我就知道 也没有遇到过 除了 OK 现在我认为 在游戏中 你玩那个地脑游戏 就是 这些策略游戏 就是 有一项研究 两项研究 啪啪啪 然后 他们也许 现在 因为 在游戏中 这算是 countable countable 怎么说 可数名词 是这个吧 对 对 可数 可数名词 可数名词 也许 也许 research 在那个游戏的语境中 有点像 可数 有点像 可数名词 对吗 因为 有这个吧 你按钮 OK 我研究这个 研究 你可以这么说 研究 一项研究 OK 然后 耶 那个游戏 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项研究 你可以 你可以 点击 所以 所以我认为 现在的英语 正在变化 哈哈 耶 我不太知道 嗯 以后会怎么样 但是我医生中 我医生中 researches 这个 这是动词 不是新 耶 这个不对 耶 医生中 这个总是不对 耶 但是 我在南开的时候 说服学生 他认为我疯了 但是 耶 也许你可以看 你不信我 你可以搜索 researches 还有 alts 这样 他们可以告诉你 researches 这是最常见的语法问题 而且 这些 教英语的 老师会告诉你 这个吧 算了 回去 这个吧 we can use the internet to do some researches correct correct the mistakes 问题就是to do some research 对吗 else 这不是我一个人说 肯定不是不对的 但是没人信 因为虽然你说就是不对 就是有这个词汇 但是现在没有这个词 词汇就是动词 research we can use the internet to do some research 算了你可以搜索 如果你不信我 耶 可是 就是OK 研究在英文中 这个名词是 非可数名词 对吗 非可数 可数名词 非可数名词 对吗 非可数名词 non countable 不可数名词 不可数名词 但是 也 所以也许 OK 这是一个例子 是这个意思是吗 就是非常用词 也许 也许这里 哎呦 我说 非常用词 或者非常用词 物用 非常用词 当作 当用词 是常用词 耶 这个 这个非 是 常用词的 翻译词 翻译词 就是翻译的意思 我推荐你跟本地人一起住 这是他们的考试 对吗 准备材料被试 我的工作很简单 每天就是 啪别人的邮件 回答 OK No 就是回复 哎呦 真的是回复 回复邮件 回答问题 对吗 这是搭配 知道搭配 回复邮件 我的答案是回复 不是回答 回复 两个 不知道 不知道是答案吗 好像 那个 演出者 不像你盲目的猜 参加考试时 你应该选择其他的吧 OK 问卷 共有三十道测试题 其中二十道的目标词 为英语主特异性混淆词语 十道的目标词 为非英语主特异性混淆词语 题目混合编排 以避免被试猜出 测试意图 避免被试 被试是什么意思 避免被试 避免被试 啊这是 control group no 避免 如果 错了 避免被试 避免被试 就是参考 参考 参考就 参加考试的人 对吗 subjects 对吗 subjects OK 避免被试 那个术语 在路门中 可能出现 形成策略 是应答 OK 也就是 这是我刚才说的 不知道 谁会选择 不知道 就是这个 不是 不是那个 回答问题 回复邮件 本研究 仅统计 二十道 目标词 他们的问题 在哪 也许 在附件 的文件 这里 OK 不同水平 不学习着特异性词语的混淆率 OK 你看 这个表 这里 初级 中级 高级 而且这是 水平吧 OK 水平应该是 越高越好 对不对 那 水平是 越高越好 或越低越好 我认为应该是 越低越好 OK 那个水平 就是这个 那个分数 不是 不是这个 水平 就是初级 中级 高级 就是越高越好 不是那个数字 那个数字是什么 这是 混淆率 混淆率 越低越好 对吗 OK 混淆率越低越好 OK 真实 和事实 我认为 我认为 我记得 中级的时候 这两个 还有真理 还有 还有别的吧 也还有别的词汇 很容易混淆 不只是他们俩 也有应该两个别的吧 我记得 我仔细地研究他们 之后就放弃了 就太难了 也 之后我 我就是通过阅读 就是 鼓攻我的预感 也 终极 就是3.3 是混淆率 高级也 不好 初级呢 为什么那么好 他们知道 这个词汇的区别 我认为 就是因为他们 我不明白 他们 就是 是因为初级学生 就是不知道 两个词汇 是这个意思 是吗 我不明白 为什么那么低 混淆率那么低 就是百分之 百分比 都是百分比 对不对 OK 表现 体现 他们 不太近吧 表现 就是 performance 就是 那个工人 表现得很好 这类的吧 就是 他的工作 很好 或者学生 表现得很好 OK 提现 就是 embody 没有 共同点 我认为 embody 和提现 也在抽象的预警中 可能用这个吧 reflect 也有reflect 提现 他的思维 可以公开集会了 宗教团体 可以公开集会了 对不对 宗教团体 也不行 对不对 宗教团体 这个吧 舞台设计 得到了美好的提现 得到提现 也许 incarnation 这个比较抽象的 这个吧 reflected in education 这些儿童 充分 体现了 教育制度的 缺陷 OK these children personify 也许 这些儿童 是不好的 因为教育 教育制度 是不好的 所以就是 reflect embody 回答 回答问题 回复 邮件 回复 信息 他的转型 对吗 回答问题 是搭配吗 他在回答 他在回答前 停了下来 几乎没人 动嘴回答 对不起 回答是不 又是又不是 他回答的 很 隐 我忘了这个词汇 会 会 隐 会 隐 隐 隐 他没有回答 回复 回复 邮件 是吗 他常常给他 发邮件 但 十之八九 十有八九 可以说十之八九 十有八九 他都不回复 yeah 其实我也不喜欢回复 邮件 ok 我记得可以 经过 经历 经过 就是 to pass 经历 这是动词名词 动词就是to experience 经过 就是to pass 就是 应该走路的时候 有点路过 有别的吗 路过是字面的意思 经过是比较抽象的吧 这个是这个区别 也刚才我忘了 经过半年的训练 ok 也还有通过 通过 路过 经过 需要知道 经过是 ok 经过 有具体的过程 需要经过 对吗 通过是 by means of 通过 email 我可以跟你联系 之类的吧 路过 就是 我不小心 路过地铁站 这类的什么 经历 就是to experience em 也是experience em 但是你不能说 经历了很多经历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认为应该 最恰当的搭配 但是 我 我 每当说 经历了很多经历 大家都认为 我说的很奇怪 经历 一般来说 经历很丰富 对吗 住 生活 em 也 这 这两个词汇 有共同点 也可以 我住在北京 我生活在北 北京都可以吧 em 但是 住 em em 也有 不重要的 部分 也许我在宾馆 住了三天 但是你不会这里用生活 em 生活是比较长期的 这类的吧 em 我生活在北京 我也住在北京 我可以都 都可以说 em em ok 深刻 深深厚 em 深刻 是deep 就是深刻的印象 对吗 深刻的印象 深厚 深厚的感觉 什么 like a deep emotion yeah 老说 这个也有一点难 我认为 我认为有点难 深刻的印象 我认为这是搭配 深刻 深刻的变化 a profound change 含义深刻 深刻的印象 就是搭配 这个搭配 知道 em 深厚 no 深厚 深厚 深厚的感觉 情感 yeah 感觉 是搭配不一样吧 yeah 可以吧 啊 报告 报道 老说我不知道 他们有什么区别 em 但是我参加会议时 我做报告 em 而且em 我写文章 那个文章 可能做 em 可能 呃 报告 em 呃 报道一般是 在办公室里 就是你 嗯 就是给老板 你的报道 或者在新闻中 就是写 就是地主会写报告 呃 会写报道 对不对 我 老实说 我觉得知道 他们的区别 不太重要 em 报告 我 我听到报告 我想起 呃 一个人进行研究 这些报告 明显带 呃 带有宣传的成分 propaganda 报告 也 报道 你认为中国人知道 他们的区别呢 嗯 昨晚 王室 拒绝 王室 啊 pales 是吗 王室 OK 王室拒绝 对报告 做出评论 呃 对报道 应该是新闻报道 对吗 除此以外 嗯 区别有点难 指出 是准确的说 OK 经历精神 OK 经历 有点 有点像 有 有志儿 对吗 可以 有足够的动力 做什么 嗯 精神 就是 有点 就是energy 就是 有点像 attitude 这类的 嗯 就是 哦 我累了 我没有精力 或者 呃 我有充沛的精力 对吗 这个是 呃 是 呃 仰红 志愿者的 精神 对吗 是仰红 如果我记得了 仰红 no 红羊 对吗 对 红羊 志愿者 的 精神 yeah 红羊 志愿者的 精神 this is the the spirit of being a volunteer 红羊 就是carry forward 对吗 那个红 是比较少见的汉字 嗯 但是 如果你和我一样 住在北京 走路的时候 你可以遇到这个 嗯 这个词汇 呃 在 嗯 海报上 红羊 红羊 啪啪啪的精神 就是 spirit 所以 嗯 yeah 我认为这些词汇 嗯 区别很大 嗯 啊 OK 害怕 恐怕 呃 no 害怕恐惧 害怕恐惧 恐惧是名词吧 害怕是动词 对不对 我害怕 嗯 嗯 嗯 害怕就是动词 对动词 不是名词 嗯 恐惧 是dread 这是名词吧 哦 形容词 OK 这个我不知道 也许我们看一眼 这个词汇 形容词 恐惧 恐惧 有什么恐 这是名词 我说的对 dread 哦 也是动词 思念你为什么说形容词 注意跟恐怖不同 恐惧没有名词用法 哦 OK 自己你真的说这么 你看 但是 与此同时 别 别人有什么恐惧 就是名词 他强迫自己克制并战胜他的恐惧 就是名词 就是肯定不是名词 那 那我怎么 解决 这个问题 你看 真的说 不能当作 名词 但是在这些例子中 就是名词 对不对 恐惧 没有名词用法 做形容词词 恐怖的语意 比恐惧重 哦 多知 因生命受到威胁而产生的惧怕 我知道有恐惧感 恐惧感 这里恐惧是形容词 呃 恐惧感 恐惧感 since of dread 对吗 恐惧感 那 词典为什么说 这个当作名词的词汇 不能当名词 不能当名词 他们最恐惧的 这里是形容词 对吗 最恐惧的事 也许会变成现实 the worst fears may become a reality 突然感到一阵恐惧 恐惧喜上心头 恐惧喜上心头 恐惧 你认为词典不对吗 这是例子很多吗 名词 失败的恐惧 the dread of failure yeah 呃 形容词的名词 yeah 就是词类不一样 害怕 就是动词 ok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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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nificance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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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finition yeah 我认为这两个 区别很大 就是 yeah 可是 你可以说意思 你可以说意思 就是 那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是 那个中文学生 你问 这是什么意思 人们会开始定义 他们句子 他们句子里的词汇 但是你知道 句子里的词汇 的意思 但是 也许你不知道 他们句子的意思 所以在那个 那时候应该 也许你可以说意义 但是 意义 也许 衣服上的图案 可能有什么意义 但是 可能没有意思 对吗 那个 旗子 旗子 总是有意义 中国的是旗子 我这么说吗 旗 旗子 我说的对吗 中国的国旗 旗子 旗子 中国的国旗 有什么意义 我认为 你可以问中国人 他们会告诉你 有五个 就是背景是红色的 有 是五个 黄色的 行星 还有什么 不是行星 是星星 还有 那个 Hammer and Seagull 对吗 这代表是 共产主义 什么 这是他 那个 那个 那个红 那个红色 代表的是 是 老动作的 血 血 什么 血 血肉 如果我记得这 OK 我不是专家 但是应该 有 有和这个 差不多的意思吧 有 意义吧 OK 平常 一般 平常 就是 frequently 一般 就是 耶 在 一般的 情况下 就是 耶 就是 嗯 就是 情况 一般 可以这样 但是 也许 有臭 有例外 嗯 是的 平常 就是 很近 对吗 平常 耶 我考虑这个吧 平常 也许 有点 难说出 嗯 区别 平常 平常 ordinary 不是 ordinary 不一样 ordinary common 平常 哦 这里是形容词 是什么 是这个区别 一般是副词 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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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形容词和名词 平常 他不来 这是 ordinary 在这个吧 ordinary 嗯 这里你可以说 一般 他一般不来 这种 是很平常 usual ordinary 嗯 耶 他们区别不大 同意 一致 就是 agree consistent 嗯 区别 很大 没有 共同点 对吗 嗯 这是 这是动词 这是形容词 什么 耶 我不知道 为什么人 把这两个词语 混淆在一起 同意 我同意 你的提案 赞同 那我同意 呃 我不同意 我同意 一致 他们俩的看法 不一致 嗯 他说的话 和他做的事 不一致 或者也许 呃 律师 在法庭里 这样 这样 呃 这样说 嗯 事实 和你说的 不一致 对不对 这是 最难的吧 印象和影响 嗯 也 印象 印象 嗯 就是 名词 对吗 就是留下的 印象 就是 事情以后 留下的印象 呃 影响 呃 影响 是动词和名词 就是 我受 什么什么的影响 是爸爸的影响 嗯 就是 这个事件 这事件的影响不大 就是 也 可以啊 呃 显然 明显 我认为 这是词类不一样 明显 就是 obvious 显然 也是obvious 对吗 但是 这是词类不一样 显然 这是 副词 对吗 也 副词 对吗 他停顿 下来 呃 显然 哦 显然 陷入了 沉思 耶 OK 这是副词 是这个吧 我猜一下 Plico Plico会说的一样吧 一致吗 Plico的答案和我的答案一致 不一致 一致不一致 呃 显然 形容词 真的吗 OK 有的词典说形容词 有的词典说副词 情况或道理 容易看出和理解 非常明显 很显然 哦 OK 很显然的 OK 也有动词的用法 这个我不知道 但是 我认为 OK 那区别就是 显然也可以 可以当作副词 就是明显 嗯 是明显 对吗 第二个是明显 明显 我明显感到 这是副词 那我不知道 它们有什么区别 明显 形容词 清楚的 显露者的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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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词典有同类的句子 就是你明显瘦了 它这里列出是形容词 非常明显 很明显 嗯 OK 我认为 这两个 意思很近 是吗 也许我不太知道 既然 因为 既然 没有因为的意思 是吗 既然 也许我忘了 这是 given that 对吗 no 既然 no 我忘了 不是given that 既然 ok 可能是given that given that you want my opinion 既然 我的情况 正在 好转 yeah 就是given that 既然 既然和 因为 既然 战争结束了 ok 真的有 because 这是很近 since as this been yeah 这是逻辑 不一样 对吗 这里有逻辑 ok 既然 你安 安顿 下来 安顿 下来 为什么 不 做些认真的 研究吧 研究呢 yeah 这里你不能说 因为 对吗 是既然 yeah yeah 有点难说 区别的处在 确定 肯定 yeah 肯定 肯定 yeah 我不久以前 发现 它可以当作 动词 所以 嗯 确定 就是我要 确定你明天来 明天来我家 肯定 我肯定会去 啊 yeah 其他的吧 确定 我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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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和肯定的区别 有什么区别 每个方间肯定 已经 堆满了东西 肯定了 法院公开肯定了 此信息能依据 公之于众 公之于众 yeah affirmed 嗯 这是 confirm 这是affirm 是不是 普及 普遍 我们说过了吧 普遍 普遍地使用 the universal usage 普及 是popularize 让大家都知道 是吗 到底 最后 最后 到底 没办法说就是 你到底干嘛呀 what on earth are you doing 你到底 但是 还有鬼跟到底 什么 鬼跟到底 鬼跟到底 呃 呃 呃 还有到底 就是 to the end 就是最后 在中文中是 呃 嗯 最后一个步骤 步骤 最后一个步骤 最后做什么 嗯 就是从现在到最后 什么 生命 就是人们的生命 就是life 生活 就是to live 就是名词 动词 我的生活 哦 也是 也是名词 嗯 就是life 就是 就是活着死了 就是 我只有一个生命 是吗 嗯 这肯定不是动词 对吗 这个 是动词 名词 动词 我们说过的吧 生活 我生活在北京 嗯 生活 嗯 我不喜欢 哦 我喜欢 呃 就是慢节奏的生活方式 是那样 也区别很大 好像 也 人们不经常犯这个错误 亲密 intimate 密切 close 亲密 亲密关系 密切 嗯 这个 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 初级学生 没有犯错误 中级学生 犯错误 高级学生 没有犯错误 哈哈哈 奇怪 嗯 ok 亲密密切 都是close intimate 亲密的关系 密切的关系 但是我认为 密切 可能 呃 形容 ok 亲密应该 呃 形容 人们之间的关系 或者 比如 人和他们的 宠物的关系 可能是亲密的吧 affectionate intimate 这类的吧 那个密切 应该 closely related ok 也许 ok 那个 季节 和温度 有 有亲密的关系 呃 密切 现在我不知道 ok 季节和温度 有什么样的关系 有亲密的关系 还是密切的关系 密切 密切的关系 都是形容词 是吗 联系 密切 联系 啊 相关的 这些问题 都是 密切 相关的 ok 那我可以说 季节 和温度 是 密切 哎呦 密切 相关的 密切 相关的吧 亲密 应该是 呃 人 你是他 最亲密的朋友 我羡慕 你有这个 这么一个 亲密的家庭 耶 应该 是 人机关系 耶 我说了多少时间 也许我说了很长时间 哎呦 一个半小时 已经过去了 嗯 ok 我看看 有别的吧 他说 I don't often talk with my mother because we usually don't agree 嗯 用英语 用英文说 这个句子 没问题 没问题 这个 oh I don't often talk with my mother because we don't we usually don't agree 耶 没有问题 这种 无用 因为我们的意见 常常不一致 ok 这里他们说的是 是英语者 英语者 用的这个词汇 同意 因为在英文中 我们会使用这个 agree 这个词汇 因为我们的意见 不一致 但是 because we usually don't agree 嗯 我和 ok 我和妈妈 在很多话题上 不同意 耶 用中文这么说 听 听起来很别扭 我不知道为什么呢 但是语感告诉我 你不应该这么说 我们的看法不一致 我们的意见 不一致 也许我们的 政客议论 政客 看法 意见 应该用意见 政论意见 不一致 很可惜 平常一般 ok 老实说有点累 我不能永远 继续下去 但是 ok 背试的混桥 绿分 还有的是 在课堂上 刚刚学过 相关搭配 记忆比较老 记忆比较老 因而混淆率较低 谁的 ok 就是 就是学习词汇和搭配 在一起 会帮助学生 牢固 牢固 记住这个词汇 是吗 在什么语境中 可以 适合使用这个词汇 是吗 如报告 报道 亲密切 此外 也有些词语 混淆率很低 如平常一般 和经历精神 并不是学习者混淆了词语 而是 自行较简单的一般和经历 他们更熟悉 这恰好是正确答案 由此可见 出几杯试 选择的正确与否 带有较大的偶然性 就是初级学生 是偶然是对的吧 accidentally 对吗 accidentally choose the correct answer 也许是因为初级学生 只知道一个词汇 不知道第二个词汇 所以他们 只选择他们知道的词汇 或者他们认为 我学过的词汇不准确 就是选择其他的 中级和高级背试的词汇 混淆呈现出了大致相同的变化趋势 这是也有意思吧 就是中级学生 混淆词汇率 是高于 经常是高于初级学生 中级学生的知识更丰富 但是 我记得我高级学生的时候 我脑海里保存了很多经义词 我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些问题 我说话时不知道 应该选择哪些词汇 哪个词汇 所以我说话时经常 列出所有的词汇 然后应该选择哪些词汇 如果我和人说话了 也许他们不耐心的 你为什么这么说 那么奇怪 但是 OK 当初我不知道 最恰当的词汇是什么 所以我就是说几个词汇 这是有意思 有意思 OK 我们看 中级高级 大级相同的变化趋势 中级被试的混淆率 大多高于总体混淆率 总体混淆率 哦 OK 这是 这是 above the average 有点那样 耶 很有意思 而高级 被识汇的混淆率 则一般低于总体混淆率 是高级 中级学生 中级学生犯的错误 犯的最经常 什么 学过了 但是 也许他们是掌握好这个词汇 这个词汇很不熟悉 很陌生 对吗 所以他们回答问题的时候 如果他们认为 啊 OK 这个答案肯定是对的 我不知道其他的是什么样的 他们可以选择那个吧 如果他们知道 我的答案不对的 他们可以选择其他的 这是我的 我的设想 可能不对吧 表现 体现 经过 经历 也许 我认为中级学生知道 这两个词汇 也许中级学生不知道 体现 这两个应该都知道 经过 但是经过是比较少尽的吧 深刻 深厚 也许中级学生不知道 深厚 从词语的选择情况看 绝大多数 绝大部分 误学 都集中在 误用词项 小数选择 两次都可以 但是 他们问什么问题 在某些语境中 两次可能都可以吧 但是 也许 这些词汇不行 没有 共同点吧 很巧 或 没有人选择 不知道 对啊 对啊 在什么语境中 他们参加这个考试呢 不知道 就是 不对 对吗 通过 访谈 我们得知 中高级 辈士 都 认识这些 词语 OK 这是反驳 我刚才说的 他们都认识 这些词语 但 无论 适用 汉语 还是英语 仍然 很难 分清 他们的区别 我不知道 就是用英语 表达 他们的意思 这样 解释 给 我 给 那个 演出者 解释 这两个词汇的区别 是吗 多数 多数 词 语 是高级 被试的 混淆率 显著 低于中 及 被试 如同意 一致 印象 影响 生命 生活 这两个词汇 区别 很大 亲密 密切 也 这个 有点难 可是 我需要在脑子里考虑一下 其中 亲密 密切 的 正确率 是 为 百分之百 在 访谈中 高级 被试 能够 均确的 指出 同意 一致 亲密 密切 等 混淆 词 对 对中 不同 词语的 适用 范围 也认为 生命 生活中 两次的 词语 有较大的差别 这是我刚才说的 对吗 就是 就是 大象 和桌子 是 而对于 印象 对啊 印象 影响 则能通过 汉字很容易将 二者 二者 分边开 分边开 将 二者 分边开 这个是 二者 对吗 影响 the second the latter 对吗 或者这个二者 是 these two 也许二者 有这两个意思 yeah 二者 是 both the latter 后者 oh ok ok 二者 是both ok 这是我的错 这样二者 yeah 你看汉字就知道 但是人们说话的时候 他们说很快 你就要停下 嗯 他们说的是四声 还是三声 要考虑这个吧 人们说话的时候 没有 你没有足够的时间 问他们 说 哦 小等一下 你说的是 印象 还是影响 可见 随着语言 经验的增加 高级 背试 比 中级背试 更能 正确 利用 汉字 词意 句式 搭配 等 线索 进行 选词判断 嗯 yeah 是的 高级学生 都需要 知道这些吧 yeah 也许 初级学生 就知道 哦 这个词汇存在 就是相当于 英语的词汇 哎呦 在高级水平 这 这 嗯 不能 不能接受 这个 很 前的 知识 不过 不过他 呃 偶见 繁力 偶见 繁力 就是 偶见 繁力 就是 偶然的 偶然的 是例外 是吗 呃 如 深刻 深厚 报告 报道 平常一般 但是我认为 这是因为 ok 终极学生 没有 没有知道 呃 这些 比较少见的用法 这些词汇 嗯 yeah 这是一个问题 那个 比如 那个 终极学生 知道 肯定 可能 当作 动词吗 嗯 我很怀疑 嗯 所以也许 他们的答案 是 对的 因为 他们的知识 不 完整 耶 报告 报道 但是 耶 除了语境 除了语境之外 区别 不大 也还有 回报 回报 高级被词 高级被词的混淆率 反而略高 反而略高 好 问 问 疾原因 那个疾是 是带词 什么 疾 就是 这个现象的原因 什么 除了 依然 脱扣 no 白脱 白脱不了 母语影响 也 于 高级被词 目的 于 哦 目的于 知识 尚不完整 对啊 嗯 耶 耶 也是我的问题 不 不完整 而我更喜欢尝试使用新词与有关 啊耶 这是一个 因为 这是我们的学习着的习惯 是吗 我们学习新的词汇 我们迫不及待想要使用这些新的词汇 否则很容易就忘掉 不 耶 这是 错误 有点像 有时候犯错误不是不好的事情 比如 耶 这是练习的方法 就是犯错误是 学习 学习的不可避免的方式 方面 如被是认为最近几年美国电视上几乎每天都有跟跟中国有关的 呃 播放 对吗 哦 报道 呃 呃 中 当用词 呃 名词 认为 他中 当用名词 由于他们 呃 在学习生活中 通常听到 呃 做报告 对啊 呃 回头报道 呃 报告 呃 从而判断 报告 呃 是 名词 我 我不明白 报告 就是 就是 报告 对啊 这是我的报告 我提交了报告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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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ort speech lecture talk 报告 报告 我的报告 这是我的报告 这是我的报告 肯定是名词 也是东子 但是肯定也是名词 是吗 我判断 这个 变 这是什么 什么定 报告 为正确的选择 但是 OK 报告 肯定当做 肯定做名词 这是什么词 但是 在这里 因为是关于新闻吧 应该 OK 美国电视上 应该是新闻 应该 在那个语境中 应该有报道 独定 confident 独定 好 certain 嗯 yeah 在 在如 OK 平常 一般 高级辈诗中 有很多 误学 平常 则是因为 更学过 平常 usually 的意思 好 用 用在 这里 没问题 OK 这是他们的 想法 什么 从上面 这些高级 事倍 混淆率 更高的 例外 可以看出 词语的 偏误 是 创造性的 偏误 杨孝明 这是 词语的 作者 研究者 创造性的 偏误 很难 很难 彻底 消除 OK 它不像 语法 偏误 那样 随着 学习者 二语 水平的 提高 而 必然 减小 词语 偏误的 下降 趋势 是 相对 而言的 OK 这个我不太明白 但是 OK 如果 学生 不想 犯错误 就是总是不想 犯错误 就是你不说 你不写 你不 你不听 你语 你不读 你不 你不学习 只有这个方法 这就是学到新的词汇 需要 绞尽脑汁 就 反复地 使用它 结果就是 你犯错误 之后 你不犯 同类的错误 嗯 OK 中观不同 水平 OK 嗯 OK 还有什么 这是什么 二语 没有他们的问题 什么 我想知道他考试上的问题是什么 是什么 作者简介什么 是他 博士 青岛大学博士 嗯 耶 就是因为这个比较少 尤其是那个少见的词汇 就是你需要找出借口 使用这个词汇 嗯 结果就是你会犯错 嗯 但是看这个表 我认为很有意思 就是中级学生犯的错误是最高的 就是高于初级学生 嗯 很有意思 嗯 一般来说 OK 这个区别不大 是吗 而且我认为高级学生知道 就是读了很多书 就经常 经常遇到中国作者 灵活地使用这些词汇 平常一般 嗯 这个有意思 报道报告 嗯 就是学生越学习 嗯 就是选择准确的词汇越难 是吗 但是 那个 总 总体 总体的趋势 就是 就是越丰富 嗯 那个错误越小 是吗 耶 嗯 很有意思 OK 今天这个视频 我们到这里吗 有点长 不好意思 OK 我们下次了 请给我点赞 拜拜 下次聊 Jong rus 收 锭